用户登录你会做吗 不会做就点赞收藏一下吧 设备的操作权限一般分为三到四个等级 分别是操作员、技术员、工程师和厂家 那么这些权限该怎么分配呢 第一步在系统参数中 打开用户密码选项卡 启用用户密码 然后输入初始密码 勾选这些类别 就是给每个用户分配不同的权限 第二步编写用户登录窗口 更改这个用户登录窗口的宽高 然后添加一个输入框 这个框就是可以填写用户的编号 第二个是密码输入框 密码输入框就是选择这个RW92200 然后再添加两个功能键 一个功能键是关闭窗口 再做一个注销登录的按钮 当窗口关闭时 注销权限 另外一个是翻页的 比如说翻到参数设定页面 安全这里用户类别为C 只有在这里勾选了C的用户才能进去 第三步添加一个功能键 选择弹出窗口 然后选择用户登录页面 最后我们仿真测试一下 点击厂家登录 选择用户1输入密码 点确定 为什么进不去呢 是因为需要C的权限才能进去 重新登录入户3 输入密码123456 然后点确定 再次登录就进去了 这样就可以进去修改参数了 你学会了吗 关注我 大白话讲沟空一听就懂 第一次正儿 额 证一 分